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Bili Bala Talk 在這個大數據的年代 社交媒體很多時候就彈一些廣告和資訊給我們 有些是沒有益的 不過無窗大壓 有些可能有一個危機 就是令到我們以為我們是一個現實世界 彷彿掌握所有的資訊 但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遺勞取暖 同一時間亦有些社交媒體 當他們丟一些我們真的有用的 真的享受的一些資訊 很多時候也未必可以說他們是絕對地邪惡 重點是你如何利用社交媒體 而不是避免它來擺佈 這個有機會在我自己看完一套 Documentary Social Dilemma 裡面可以多一點的分享 為何這麼期待呢? 就是因為Netflix昨天彈了一個新的電視劇的介紹 這套電視劇就叫做 Queen's Gambit Queen's Gambit 顧名思義是一個西洋象棋的起手式 開局的其中一個方法 這套電視劇第一季七集 就是講一個西洋象棋 一個小妹妹 小小的時候在學校有個阿伯 純粹教了她一些西洋象棋的觸法 以及幾招的招數 居然這個小妹妹混然天成 成為了天下第一 這套電視劇就說她如何由一個直直無名的旗手 慢慢打大佬式地穿舟過省 最後成為天下第一 而過程當中她的生活歷程 她的成長 她的遭遇 她遇到一些新的人 或者她身邊的人 和她之間的互動 她精彩的地方有幾樣 即使你好像Mini 對於西洋象棋是完全不認識的 又或者好像我 我小時候已經開始玩開 你只是看她的棋對決 每一集都會講一些額外的規則 又或者是一些棋的招數 但是她的棋盤 你看她的棋盤就有點像金融 點到即使 純粹說幾招 其他你自己想像 這是其中一個精彩的地方 第二就是 你純粹是看女主角在對戰過程當中的面部表情 或者她和對手之間眼神的交流 或者手的一些小動作 例如不斷地摸摸頭 已經給了你一種緊張的氣氛和刺激性在 再不要算是她從直接無名的時候就沒有人理會她 越來越多人在周圍做旁觀的 你隔著眼睛就好像你也是旁觀的其中一員 讓她緊張一份 雖然你在最後你會覺得她最後應該是天下第一的時候 你應該也贏了 但不知為何也會覺得精彩的 除了奇局以來的世界之外 說到這個女生的性格 非常爽朗鮮明 必要的時候她也不介意用旁觀左道 有時可能生活很微爛 很任性 但的確她那種天才 那種霸氣 那份的自信 也是這套戲吸引的地方 再加上故事發生在美國的五六十年代 在故事的進程當中 她不停播放當時的一些經典的流行歌 當然也是選擇最棒的那些 這也是喜歡懷舊的人 或者像我那樣 都會覺得特別是賞心樂事的 我自己小時候就開始玩中國象棋 或者西洋象棋 所以看這套戲的時候 額外多了一份童年的回憶 我會記得二年級的時候 我爸爸買了我第一副用紙的 用木刻的中國象棋 教我玩 一開始就不會玩 然後到四年級的時候 新年我通常會去外國旅行 爸爸媽媽帶 去馬來西亞的時候搭馬航 那時候馬航是其中一個 數一數二安全的 空姐怕死小孩 包括我在內走來走去 所以會派禮物 派PK模型 PK牌 還有西洋象棋 所以我第一副西洋象棋就是馬航送的 同團的一些年輕人在這裡玩 去到五六年級的時候 學校就有一些小朋友 跟我一樣都是喜歡下棋 小息或者午餐時間的時候 都會一起去玩 鍛鍊 奇藝 我發現了一個道理 就是有些人 差勁的話 永世都可以跟他 抓得贏 有些人厲害 永世都贏不到他 最刺激和最開心的 就是在西軍力敵那一班 另外 另外去到中一的時候 有人教了我 玩一個比西洋象棋和中國象棋更複雜的日本象棋 我懂得走 但是因為沒有太多人跟我練習 所以都是好事 到現在為止 已經忘記了怎麼玩 然後移民之後 就有點像女主角 這樣就可以加入這個奇藝 一些Joint Club 跟別人去對決 由這個學校直接無名 打打打打打打打 到他變成全校第一 做了Chess Team Captain 每個星期都會跟其他的學校對決 有時候就是Home Court 有時候就是負責的老師 會載我們整班柴娃娃 去別人的學校裏作賽 因為他是十對十的對決 不是葉敏一個對十個 所以即使你自己有多強 我自己也有贏到輸 但大部分時間都會贏 但問題就是 其他都是魚腩 都會扯低你整班學校的評級 所以在奇藝會大約四年的時間 我們的評級最高的時候 都是去到整個省內的B級 第一、二名左右 他有ABCDE級數 即是中上 不是最尖端的 即是當時有個和那套電影裡大的分別 可能是我們年輕人 他們比較專業的比賽 有些人去監督各方面 大家都會用Clock 但是他們是正局很多 好像去到Library 選手和不選手之間 可能我會有少少對話 但在那套電影裡也不多 不過我們圍來和校外的比賽 所以說多話說 而說的內容和話題 全部都是粗口 即是別人在這裡走的時候 可能是自然自然地爆粗 又或者是人生攻擊 突然爆粗 世紀之戰不是我發生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那麼懶口 就是我另一個隊友 到現在仍然是一個香港人 當他贏的時候 他會很大力地 每一步 每一步 同一時間他就會 當他輸的時候 他就拿著吃了對方的棋 然後就咬牙關 說糟糕了 所以你只看他 觀戰已經是非常過癮的一件事情 他有一次和校外的一個黑人對決 那個黑人說一些我們不懂得聽的 非洲話的嘲吼 而他就說很純正的廣東話粗口 大家就不停地用語言藝術來交流 因為他們去到很晚 還在繼續對決 以至我們對決完的人就旁觀 越來越多人圍觀 圍觀的有老師 有學生 也有黑白黃不同的人 沒有人能夠完全聽得明白 當中的對話 甚至有些人可能完全聽不明白 他們說什麼都未能 但是人都知道他們說什麼 以至到 有個老師 都忍不住 就叫他們 Keep Quiet 但理論上其實 其他人要Keep Quiet 就不是他們兩個 再加上當局者 他們都很少繼續爆粗 這是我現在仍然歷歷在目的一個棋局 講起這個足棋 我覺得也有很多好處 其中一樣 就好像這個女主角 其中接受了一個傳媒訪問 當她贏了獎項之後 除了贏之外 棋給你什麼東西 那女主角就說 Test is beautiful It is predictable It is under my control It is under my control Unlike the reality 我也覺得是認同的 尤其是現在在疫情當中 大家傲在家裡 出去的時候 都會用全裝備 回來又要洗掉所有東西 都會帶來一定的壓力 但是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能夠培養到一種 的興趣 或者從小到大 有些興趣 來圖野性情 在那裏 你能夠找到自己 找到一些 你能夠掌控的 一些東西 並不太好 像我這樣 譬如疫情的時候 喜歡煮飯仔 廚房就是一個 我能夠控制到的世界 當然有些時候 可能要向難關挑戰 例如前幾天 做廣島燒 各方面 按照自己的程度 來控制 或者嘗試 嘗試到的時候 也很開心 另一件事 就是奇藝 贏的事情 始終你永遠 一山人還有一山高 你都會遇到一些 超高手 所以慢慢 我相信一些 比賽性 就是站 或者運動 也好 你會控制到自己的 心理狀態 同一時間 你會輸得起 再加上 威脅管理 我不知道自己的投資 是否因為我小時候 抓獎棋禮 什麼時候 你去收手 都是在當中 學到 大培養 這一類型的興趣 我相信 對於大了之後 你能夠成熟 一些 能夠 懂得如何處理 多一點 待人接密的 之道 也有些幫助 當然 這個世界 尤其是 蹲在家裡 可能太多時間 也不是所有時間 都想用腦 於是 有些手機遊戲 純粹 不是因為它有 有些粵目的音樂 粵目的一些顏色 和畫 畫 畫 純粹 有些圖片 給你多一點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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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 因為 都可以用來 給你多一點點成功感 各方面 Anyway 如果你能夠培養到興趣 是好事 又或者是不停有興趣 播劇 這套 Queen's Gambit 在網上的評論 都是非常高 鼓勵大家 有Netflix 也可以來欣賞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和Share